一觉醒来 这是要失业了吗 现在开出租车的AI叫萝卜快跑 10公里只要4块钱 送外卖的AI叫美团无人配送 不需要配送费 只要电费 剪辑视频的AI叫autopod 30秒剪完30分钟的多机位视频 做PPT的AI叫gamma AI 它用2分钟就能生成一份有质感的PPT 做带货视频的AI网站叫瑰姬.cn 只要输入你的卖货文案 它1分钟就能给你生成10条带货视频 有人说 这都让AI替代了 我们该咋办 说实话 产业进步是非常残忍的 就像当年国企下岗大潮 咱们还真的得想想其他办法 要是想靠控制科技进步去保住岗位 可能性不大 就照这么下去 以后回农村没准成了趋势了 这8090后刚进城时间不久 发现人工智能不要人了 白来了 卖放进攻击 这么大的一个商场 开发的这么好 没有人 很多店铺都是关门的 可惜了 虹桥这个地方真的是 不是要开商场 不知道是现在经济太差了 还是说这个地段不行 虹桥这顶真的是 看看 可能只有过客吧 没有住客 太冷清了 只有张修公司赞钱了 店家是这样赞钱 这么大的一个商场 你看这些店铺都是困难 都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太可惜了 情况真的很危急了 有望复大厂踩下了急刹车 如出一份内部通知 某上市公司下发了九条规定 要求全部关停亏损项目 再建项目一律停建 所有人员要求减原5%到10% 裁掉不占生产一线的部门 全面核查各部门的降本生效方案 还有所有人员工资一律打九折 通篇看下来 延迟非常激烈 行动非常果断 前不久 该公司还在如火如荼的上马 光虎一体化项目呢 现在强行按下暂停键 牵连肯定不小 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啊 我跟你们说一个掏心窝子的话 如果在昆山 你有一个月行过万的 且有社保有公积金的工作 你真的应该是好好珍惜 好好工作的 真不是人人都有的 我近一年来 我的客户当中 像这么高工资的 已经很少很少了 而现在的这种贷款的政策呢 又加了很多 你像现在有本科学历的 就好好弄一点 但是你想想在昆山打工的 有几个有本科学历的呢 有几个月行过万的呢 条件是越来越苛刻的 但是呢 各个厂是真的在往下降薪的 你像我有很多劳务的朋友 他们现在把那些 他们的客户都输送到合肥呀 就安徽这些地方 或者是河南这些内陆城市 在昆山真的是越来越难生存了 你们认同不 老公失业了 我们现在还有八十万的一个负债 主要是房子的负债 现在呢 家里还有老人跟小孩要养 所以每个月的开支呢 也是比较大 现在消费已经降级了 我从之前的每个月两千块钱 到现在一个月只支出一千块钱 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去买了 然后回惠州这边的话 以前是每周回个两次 现在的话只回一次了 因为每个礼拜可以节省四十块钱的一个交通费 老公失业的话 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没有存款 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开销太大了 在于我们的观念有点问题 去年的时候没有想过说 今年会这么难 所以都是提前去消费 买了一些东西 虽然说也是有必要的东西 而且去年呢 不知道今年大环境这么差 而且去年呢 一直休假在家里 就是我休产假在家里 也一直没有出去赚钱 虽然说每个月也有保底工资发给我 但是以前过得太安逸了 如果现在对我来说 我当时我肯定会去找一些兼职 去多赚一份钱的 但想想 真的浪费了大好的时光啊 现在的话真的很困难 也只能希望说 老公尽快能找到工作吧 然后让家庭恢复得更正常一些 你发现这几年的怪现象了吗 找不到工作没人关心你 流落街头也没人关心你 被裁员啊 拖欠工资 要不回来也没人理你 辛苦了一辈子的积蓄 买了个烂尾楼 也不会有人管你 生病看不起病 除了家人 不会有人关心你 但是 你骑个小店驴 800个人关心你 有没有戴上头盔 有一部手机 一万个人关心你 要不要去贷款 说句 我想买个碗去路边骑的 APP能给你贴心 推荐一百个样式 让你演话聊了 钱嘛 这么大就算了 可我逗你这几块虎口的余额 你还想要掏走 要不是现在的人的素质高 你有种或这种事啊 估计都得再来一遍了都 最后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四大航空公司 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 中国东航和海南航空 近期发布的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预计亏损 最高货将达到81亿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 航空业 今年下半年的营业状况 仍然不容乐观 实现全年盈利的难度较大 从2024年上半年年报中 可以看出 中国国航和中国东航 分别预亏23亿元到30亿元 以及24亿元至29亿元 即便在今年一季度 实现盈利的南方航空和海航空股 也预计在上半年出现亏损 南航预亏10.6亿元至15.8亿元 海航空股预亏6亿至6.7亿元 相比之下 三家民营上市航空公司 则预告盈利 形成的鲜明对比 春秋航空预计规模净利润为 12.9亿元到13.4亿元 吉乡航空预计净利润为 4.5亿到5.5亿元 华夏航空预计盈利 0.22亿至0.32亿元 总体来看 航空公司第二季度的业绩 普遍不如第一季度 这与二季度为民航传统淡季 有直接关系 业内人士分析 这种季节性因素加剧了航空公司的财务压力 对于四大航空公司的亏损原因 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指出 高铁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更关键的是市场需求不足 去年报复性出行过后 今年市场逐渐回归理性 消费者对于票价的敏感度显著提高 这成为市场的重大转变 以前 无论机票价格多高 人们都愿意出行 而现在只有机票便宜 人们才会选择出行 此外 国际航线尚未恢复到2019年之前的水平 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 2023年 国际航线客运规模 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1.7% 国际航线运营不足 导致大量原计划 执行国际远程航线的宽体机 回到国内市场 导致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 从而影响了票价水平和飞机利用率 在中国航空公司中 国航 东航 南航 和海航 四大公司的国际航线 占比最高 宽体机数量也最多 因此 受国际市场恢复缓慢的影响更大 亏损也更加严重 宽体机回流国内市场 不仅增加了供给 还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进一步压低了票价 对于今年下半年 航空行业的盈利预期 东名业内人士表示 不乐观 林志杰认为 国内航司全年实现盈利的挑战较大 主要原因在于 行业运力功过于求 航班量持续增长 但市场需求未恢复 导致价格占平发 今年的旺季表现平淡 甚至在五一小长假期间 多家航司仍然亏损 这种情况是以往没有的 根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 航旅纵横提供的票价数据 7月11日到8月31日 国内航线机票平均价格约为1012元 同比下降约8% 出入境航线机票平均价格 也同比下降约6% 这表明 即便是在暑期旺季 票价也难以支撑航空公司的盈利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邹建军认为 2024年的航空运输市场表现 可能不如预期 第三季度的表现 也可能会不尽如人意 他指出 尽管行业在努力恢复 但市场需求的疲软和运力的过剩 将继续给航空公司带来压力 未来 航空公司需要在优化运力配置 提升服务质量和降低运营成本方面 下更大的功夫 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